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陽明山上的青菜園 這是這間餐廳正面的樣子 這邊有公告,稍微看一下 他很久沒有開了 上次我們來了兩次 這次才碰到了 好嗆啊 他滿大的 好,先走一圈啊 真的很大啊 好,點餐區在這邊 好,好,好,好 好,好,好 據說這個必吃的就是他們這個雞肉 雞肉是必吃的 好,那菜單拍一下 好,這個是和菜 好,OK 好,那現在去前面那邊點菜 不好意思 好,我們是第十七桌 我們要那個白斬雞 白斬雞 角白筍 然後那個炒山酥 炒山酥還有炸西蝦 開出雞蝦 開出雞蝦蝦 還有那個什麼 不知道,你怎麼開 阿拉超烏魯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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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白斬雞了,好大份喔 現在吃吃看 一開始就先是腿的部分 哇喔,好大塊喔,現在吃吃看 肉很嫩 好吃 嗯,好吃耶 雞肉很好吃,皮很薄 但是還是有附帶這個雞油 幫我拉一下 滿桌的菜阿 這個雞油我還沒講完,肉很薄 好像是那種好吃的白斬雞,然後又有雞凍 雞...咚... 雞...咚... 嗯 阿這個雞油很香耶 好,好吃 好,這個雞油的分數我覺得是93分 不會很油,然後...雞肉又香 好,很棒喔 各位朋友可以看到這個肉質是滿嫩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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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哇,他骨頭滿硬的,吃起來要小心 好,請按掃吃吃看 好吃耶,我覺得 好,就是好吃 嗯,好 好吃說不說話來了 妹妹好不好吃 嗯,對 嗯,好 好,再來是這個炸,炸西蝦 好,裡面就是有...蔥花啊,這些...佐料 應該還有蒜啦 好,裡面就是有...蔥花啊,這些...佐料 嗯,滿新鮮的耶 嗯 嗯 嗯 胡椒鹽口味,然後味道不會很重 然後還帶著淡淡的甜味,應該有加點糖 嗯 口味也不錯 好,這個應該是小孩會喜歡的口味 然後香辛料的味道也不會很重 就是很...蝦子本身的鮮味 嗯 嗯 但是它沒有炸到很酥啦 就是...還可以吃出這個肉的鮮甜味 這樣還不錯 覺得怎麼樣 就好吃 嗯,不是 蛤 要鹹不鹹 要甜不甜 那你覺得好不好吃 還好 不會辣 不會辣 好,不會辣 好,90分 然後在那個很遙遠的...金沙草角白筍 還滿...切得滿大塊耶 上面就是... 鹹蛋黃 這樣還滿有創意的 嗯 嗯 好,鹹香鹹香的 這應該每個菜都有加點糖 好,那我覺得分數是90分 因為本人本身還滿喜歡吃角白筍 好吃 那這每道菜都會滿大份的 好,不錯,好吃喔 好,不錯,好吃喔 哦,這兩個菜甜度最明顯 比較甜 哦,白斬雞比較好吃 哦,白斬雞比較好吃 哦,但是雞的骨頭還滿硬的 哦,這雞肉的骨頭很硬 有點像是土雞的感覺 好,再來是這個炒山酥 然後麵有小...小魚乾 哦,這個一定會很好吃 山上特有的菜啊,朋友啊 好,略帶一點苦味 然後還有這個小魚乾的鮮味 好吃 好吃 很清脆,好吃 好吃 哦,新鮮美味 然後它分量也滿多的 哦,新鮮美味 然後它分量也滿多的 哦,這個山酥小時候我不喜歡吃 但是現在還滿喜歡吃的 哦,這個山酥小時候我不喜歡吃 它有帶一點微微的苦味啦 它有帶一點微微的苦味啦 苦幹苦幹的 沒有很苦啦 小孩子可能會覺得比較苦 好吃 沒... 我們吃一點看看 這個 不要 是不是會苦 有好吃嗎? 就苦幹苦幹的 不錯啦 不錯啦齁 我覺得最好吃的是那個雞肉 這個也不錯啦 如果我吃的話還是加太多糖 加太多糖 加太多糖 其他菜都有加糖 這個是他們的調味 那沒辦法 我們還剩一個湯 沒有啊,就有的人會在菜裡面加糖 有的會啊 但是菜的分量是都還蠻多的 雞肉好吃 蝦子這樣配著白飯吃好吃 好,再來是這個魚湯 我們以為他忘了,割了比較久 好,Anson幫我撐 加油 這不會弄啊 這什麼魚啊 這魚湯 魚湯 Fish 哈仔魚湯 很奇怪的名字,難怪都記不住 但是魚肉看起來還蠻嫩的 現在吃吃看 唉唷 唉唷 這魚肉好吃耶,蠻新鮮的喔 這一鍋六百塊喔 直啦 好吃 很鮮甜 嗯嗯嗯 很清甜清甜的 很清甜清甜的 喔,調味很簡單啊,但是很好吃 就是有薑絲,蔥花,豆腐 這個魚湯不會放糖的啦 不是啊,這是鮮味啊 嗯,鮮味喔 不會是甜甜的啦 甜甜的,甜甜的 嗯 魚湯是不是好喝 嗯 這魚好吃咧 好吃吧 最主要是魚肉好吃 好,趕快吃吃看這魚肉 好乖的都幫幫忙碼盛齁 趕快吃吃看,覺得味道怎麼樣 麻糬醬油 好吃 就好吃而已 喔,我知道為什麼它這個湯會鮮耶 因為它裡面還有放蛤蟆 所以會甜 你看喔 魚也蠻肥的喔 肥滋滋 好,那我現在吃這個魚腹肉的部分 所以就會有一些魚油啦 肥滋滋肥滋滋喔 稍微肥滋滋的肚子 嗯喔 新鮮好吃 好,讚喔 好,讚喔 中魚感覺沒有吃過了喔 應該是山上的魚吧 蠻新鮮的 好,清甜清甜的,蠻好吃的 建議點上一鍋,好吃 嗯 很讚喔 很讚喔 清香清香的 然後魚肉很嫩 嗯,好吃 我覺得魚肉的比那個雞肉更好吃 都好吃 都好吃 嗯,好 好,那都好吃就好了 妹妹比較喜歡魚肉吧 好,這山上的菜份量都十足啊 這是地瓜湯 然後這樣一碗才30塊 滿大份的喔 大概兩個人份都可以 嗯 嗯 喔,地瓜好吃 然後充滿了這個薑的味道 它煮的 煮到很透啦 所以很軟 很好吃耶 好,清香 好,讚 然後薑的味道也很夠 嗯 好,讚 最後只剩價錢的問題 大概一千多塊了吧 這薑的味道也很香 醬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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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魚湯的分數我覺得是93分 然後地瓜湯分數是93分 不錯 非常有水準 這邊每個人都會把菜打包啦 現在分量是真的是蠻多的 喔,地瓜真的很好吃 這鍋魚湯也蠻大份的 你怎麼可以跟你的手筆 它用什麼筆 它用什麼筆 你要拿一個碗去餅 手筆 你那時候又筆 要大嗎 好,用這個碗筆 兩個地瓜嗎 兩個地瓜 然後三碗白飯 對 一千八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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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一八四零 好 休啦 喔,在身上吃大餐啦 媽媽出 最後一次黃顧四周啦 好 好,那這個是三邊的景色 等一下我再環照一下四周 好,這邊是點餐區 好,它這邊有賣雞油跟手工小饅頭 也蠻好吃的 好,就是這個啦 雞油跟手工小饅頭 好,那就四周環繞一下 就是在陽明山上 好,青菜園 好,生意超級好的 好,那餐點很有特色 然後東西分量也很多 價錢也稍貴一點 但是不錯啦 好,那確實好吃 好,那各位來 就祝你用餐一塊 祝各位有愉快的一天 掰掰 是呀